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市長 疫情期間在家上課 同學們不要忘了 一定要勤洗手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準備好了嗎 現在就跟著偉哲市長 一起學習有趣的線上課程吧 我們上課囉 我們上課囉 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今天早上9點的國語教室 等一下這裡要進行的是 國語男一版二年級下學期第14課 如果我的房間 我們今天進行的是第一堂課 好各位課本和你的文具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準備一起開始上課囉 好首先呢我們來看第14課的標題 如果我的房間 好小朋友你看到如果兩個字喔 表示這件事情有發生嗎 哦它還沒有發生對不對 好在句子裡面呢我們什麼時候會問到如果 好我們現在是二年級的學生對不對 好那如果老師說如果我是二年級的學生 嗯這個句子怪怪的 好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二年級的學生了 所以如果我們用如果可以用在 好把句子改成 如果我是高年級的學生 哦因為呢我還沒有高年級嘛 那假如我是高年級的學生我會怎麼怎麼樣 好所以如果呢我們會用在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那還有呢我想像的如果怎麼樣如果怎麼樣對不對 好如果我是校長我會怎麼怎麼樣 如果我是老師我會怎麼怎麼樣 好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標題喔 它說如果我的房間 哦那可能這個題目呢它會是想像它的房間 或是假設它的房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喔 好那我們來看看呢這個題目裡面呢 哦還有出現一個標點符號 好這個呢叫做刪結好 那小朋友之前有沒有看過它 好那現在喔請同學呢我們把課本翻回第一課 好等一下老師給大家計時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上課時間寶貴只有給你一分鐘喔 好找找看呢在我們這本課本裡面喔 二年級下學期的過語課本裡面 哪幾課你有找到刪結好 好準備好了嗎喔對了 如果你有找到的話呢你可以把頁數 或是第幾課把它記錄在那個白紙旁邊 好那計時一分鐘 好請同學呢找找看 好計時開始 好我們用快速瀏覽的喔 找找看喔這刪結好 好像有印象在前面有出現過對不對 好就是每一課快速用手指頭來找找看找找看喔 好第一課第一課我們翻一下 第一課沒看到 好那我們就前進第二課 好時間還剩下30秒 用我們的金手指幫忙喔快速瀏覽法來找找看喔 好找到第幾課了喔有人找到第六課了 好很好繼續 好那如果時間不夠的話呢 今天下課後喔同學可以再把課本拿回來再翻翻看喔 好時間到 好時間到 那我們回來看看同學找的跟魏老師找的有沒有一樣喔 好那我們來看看呢 好在課本裡面第幾課 第幾課我們有找到這個刪結好 好有人找到嗎 第五課小水豬去哪裡喔在哪裡喔在哪裡 喔在這裡對不對 水豬越滾越小 越滾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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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第六課的生日快樂 找到了嗎 好眼睛就看不見了 紅色白色藍色點點點點點點點 好很多顏色他沒有寫出來喔 好再來 好第三個喔看看你有沒有找到 第十課小小說書人 猴子跟賣貌人在對話對不對 猴子也學他 好找到了喔 好的第四個 好找找看喔 第十課的森林迷宮 好自言自語的說 一顆石頭打中兩隻鳥 好這是為老師找到的喔 好說不定還有我沒找到的喔 好我們來看喔 這幾個呢 找到的三姐號有沒有注意到 他在文章當中呢 他都佔兩個鴿子 而且呢有幾個原點 叔叔看 喔有六個小原點喔 所以呢我們遇到三姐號的時候 有個小口訣 我們就會說 六個小原點 永遠不分開 只能寫六個點喔 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喔 然後六個小原點佔兩個 所以一個鴿子裡面寫幾個點 寫三個點 好他的用法呢有三種喔 第一種呢是有話沒有說完 好第二種呢是說話斷斷續續的 第三種是省略不說 那我們回來看看我們剛才找到的 那幾課的三姐號分別是什麼意思喔 好我們看第一個 好來第一個呢 你看喔水珠越滾越小 越滾越小 後面呢六個點點的三姐號 代表什麼意思 一直在重複說 越滾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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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麼不見啦 好因為後面呢通通都是什麼 越滾越小 所以我們用三姐號來 來取代呢 本來要寫那麼長對不對 好我們就不寫了 所以是有話沒說完 斷斷續續還是省略不說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紅色白色藍色 這裡的三姐號表示的是什麼 還有其他顏色對不對 綠色黑色都消失了 眼前是一片黑 好我們來看看你有沒有答對喔 右下角老師又提示你喔 我們的用法有三種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喔都是省略不說 我就不再講了 因為呢還有很多要寫的 好我們來看另外兩個 好那這個賣貿人呢 和猴子呢 喔他呢 你看他氣得又叫又跳 猴子也學他 點點點點點點點 好這裡呢是 有話還沒說完 還是斷斷續續還是省略不說 想想看 好那下一個 好自言自語的說 一顆石頭打中兩隻鳥 好後面呢他是不是還有話要說 好所以這兩個呢都是 有話沒說完 好那我們看了我們課本裡面 前面的用法 我們再回來看我們這一課 好十四 如果我的房間這裡的三結號 同學覺得呢 是有話沒說完 斷斷續續還是省略不說 喔答對了 就是有話沒說完 那到底作者有什麼話沒說完呢 是喔因為他可能是要寫 我們剛剛有講嘛 如果我的房間可能是想像我的房間 或是如果我的房間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好那這裡呢你看他在標題裡面呢用了三結號 就讓我們讀者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有很多的小問號 很想要知道說到底他的房間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進入這個題目之前呢 我們來先看看自己的房間 小朋友你現在在哪裡上線上課程呢 是在自己的房間還是在家裡的客廳呢 好那先想像一下喔不是想像啦 你就在你家裡嘛 看看自己的房間四周 好那房間四周有什麼 好有有床有櫃子有書桌 還有呢有衣櫃還有什麼還有玩具 喔好那你的房間呢是你自己一個人一個房間 還是和家人一起共用呢 那因為我們現在才二年級對不對 那如果家裡還有其他的兄弟姊妹的話 我們有可能會一起共用房間 嗯對好都可以喔 好想想看喔自己的房間裡面有什麼呢 好那再來你喜不喜歡你的房間 好大部分小朋友都喜歡自己的房間 好因為呢大家都覺得嗯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啊 門關起來的時候 哇就自己可以在裡面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對不對 可以在裡面畫畫在裡面洗功課 好把門關起來 然後就覺得嗯自己的空間覺得很喜歡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看一個小朋友的房間 好那老師要考考你喔 嗯在你們喜歡看的卡通影片裡面呢 有有一個小男生他的房間常常出現在那個鏡頭裡面 喔你們知道是誰嗎 好來看看喔 將將 好這是誰的房間 喔哆啦A夢大熊的房間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看大熊的房間裡面有什麼 好有 喔有一個書桌喔 書桌的前面有 喔有窗戶有窗簾 哇而且大熊的房間有個最神奇的地方 他就是有一個 時光抽屜對不對 喔還有書櫃 嗯 喔哆啦A夢睡的喔 哆啦A夢睡的那個像衣櫃的那個小空間對不對 欸大熊的房間有沒有床啊 喔因為大熊是日本人喔 他睡Tatami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才把他的床鋪拿出來 安出來喔 好這是跟我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喔 喔他的房間還有什麼還有書包 跟我們的有沒有一點像 有點像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呢 作者喔 這個這篇文章喔 作者他的房間有什麼 我們來看看喔第一張圖 他說呢如果我的房間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作者呢你覺得他可能是個小女生還是小男生 喔有人看到圖片了他是個小女生喔 好他的牆上有也是有窗戶有一個床 然後有個矮桌子 喔然後呢牆壁上還有掛著一張圖畫 喔右邊有一個什麼喔有一顆植物對不對 還有書櫃喔好 接下來我們來再看第二張圖片 喔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很特別喔 好這個房間怎麼了 欸這到底是房間還是車子啊 喔加了四個輪子對不對 喔加了四個輪子喔這剛才的房間 然後加了四個輪子喔可以開著到處跑喔 好那我們看右上角 哇房間裡面有什麼有雪人耶 喔下雪了 好房間裡面喔房間的窗戶呢 打開的時候我把手伸出去還可以摘水果 好可以看一下這個小女生喔 他的房間很不錯對不對 好那最後一張圖我們來看看 喔他們家有誰有看到了嗎 喔他的房間好來叫他起床的人是 喔是爸爸看起來應該是爸爸 好那在坐在地上玩的是誰 喔是妹妹喔 喔妹妹手上拿著一個小玩具 然後媽媽在那邊 好像是在整理書或是 或是準備要講故事之類的喔 好那看完這些圖片囉 那同學也看看這個圖片上 還有什麼是老師沒有說到你有發現的 好接下來呢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第14課的課文 好14如果我的房間 作者張曉峰 我喜歡我的房間 那是一間有牆壁 有門窗 有床鋪 有桌子 有玩具和書本的房間 可是有時候我會想 如果我的房間可以變一變 那也不錯呢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作者喜不喜歡他的房間 很喜歡喔 我喜歡我的房間 好房間裡面有什麼 有牆壁 我們來照照看 有門窗 有一張他睡覺的床鋪 有桌子 還有這裡喔 左下角有玩具和書本 好他雖然很喜歡他的房間 可是呢 他在想 如果我的房間可以變一變 可以變化一下也是不錯喔 那我們來看看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我的房間有四個輪子 好我們照照看 有四個輪子 我就可以開著他 一直開到我搬了家的朋友那裡 跟他一起玩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小女生 他有一個朋友搬家了 而且這個搬家的朋友應該是他的 很要好的朋友對不對 好那小朋友你有沒有曾經有同學 或是好朋友搬的家 有 那如果他跟你很要好的話 你會不會很想他 那可是他如果搬到比較遠的地方去啊 你要去找他可能還要爸爸媽媽帶你對不對 好那所以這個小女生他就在想說 如果呢我的房間有四個輪子喔 我就不用爸爸媽媽載 我就可以自己怎樣 自己開著我的房間車子 去找我那個朋友好朋友 好夏天我希望我的房間是北極的冰屋 好每一面牆呢都是冰磚做的 涼快的不得了 而且不用交電費 好現在是夏天到了對不對 好尤其我們在南部真的 好熱喔 好這時候呢就會覺得 假如呢我的房間怎樣 好你看這個小女生 那個桌子的想 他說是北極的冰屋耶 就很涼快 而且我們呢很涼快我們就不用開冷氣喔 不用開冷氣就不用交電費 不用浪費資源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好這個小女生呢 他說他的房間想要裝四個輪子 對不對 好真的有喔 像這個露營車有看過嗎 這種露營車就可以怎麼樣 房間在車子裡面對不對 就可以開著到處跑喔 好那冰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喔 冰屋就是像這樣 今天天氣是不是 好如果很熱的話 大概所有小朋友都說 太好了好希望待在這個 冰塊做的房子裡面 很涼爽喔 好我們來看下一段 好秋天呢 我希望我的房間在果園裡 我是看守果園的主人 好你看他從窗戶有沒有 把門打開喔 我只要把手往窗外一伸 就可以摘下一顆顆新鮮又甜美多汁的果子 好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知道這個小女生他喜不喜歡吃水果 好應該很喜歡吃喔 所以他希望窗戶一打開就可以怎麼樣 好他外面就有種水果 好看起來好像是橘子那一類的水果對不對 好窗戶打開可以摘水果 那如果小朋友你的窗戶打開你可以摘水果 好你想要吃什麼水果 你最喜歡吃什麼水果 好我呢 老師最喜歡吃 我最喜歡吃芭樂 好你喜歡吃什麼 好那我就窗戶一打開就可以再水果來吃 不錯齁好 可是每天早晨醒來我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還是我原來的房間 白天妹妹陪我玩晚上媽媽來講故事 早上爸爸叫我起床一間可以讓我自由自在東想西想的小房間 好最後呢這個作者呢他說怎麼樣 好剛才雖然有很多他想像的房間 他希望房間變一變對不對 可以變有輪子的可以變成像北極的冰屋 好可以呢窗戶打開可以沾水果的 可是他最喜歡的還是還是他現在的房間 為什麼小朋友可以告訴老師為什麼嗎 因為因為有家人的陪伴 好因為因為那是自己原來的小空間 自己設計的對不對 然後自己呢這裡面有很多陪伴自己長大的玩具 所以你看他最喜歡的還是他自己原來的房間 那你自己呢喜不喜歡你自己的房間呢 好我們朗讀完這一課的課文之後呢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一課的課文動畫 好一起來欣賞 如果我的房間 我喜歡我的房間 那是一間有牆壁有門窗有床鋪有桌子有玩具和書本的房間 可是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的房間可以變一變那也不錯呢 如果我的房間有四個輪子 如果我的房間有四個輪子 我就可以猜猜它 一直猜到我搬了家的朋友那裡 跟它一起玩 夏天 我希望我的房間是北極的冰屋 每一面牆都是冰磚做的 涼快的不得了 而且不用交電費 秋天 我希望我的房間在果園裡 我是看守果園的主人 只要把手往窗外一伸 就可以摘上一顆顆新鮮又甜美多汁的果子 可是每天早晨醒來 我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還是我原來的房間 白天妹妹陪我玩 晚上媽媽來講故事 早上爸爸叫我起床 是一間可以讓我自由自在 東想西想的小房間 好那大家看完了作者有沒有 這一間充滿想像力 然後又很溫暖的房間 那小朋友呢 你覺得有沒有想像過你的房間 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呢 好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喔 好那如果你的房間 有沒有很喜歡海底世界的 那變成海底世界 是什麼樣子 好那可以想像喔 如果我的房間是海底世界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遇到誰 然後可以一起跟他做什麼事情 有的小朋友很喜歡海底世界的海豚 鯨魚對不對 那你每天早上起床 可以跟他們打招呼耶 或者是呢 有沒有人想像說 我覺得我很好奇耶 我覺得看起來雲朵軟綿綿的 那我要想像我的房間呢 如果是在天上的話 在雲朵上會發生什麼事 還是呢 有沒有人很想要當科學家 當太空人 那如果房間如果是在火箭上 在月球上呢 還是像右下角這一張 如果我的房間 你很喜歡吃零食的話 是糖果屋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每天呢 怎樣 想要吃零食的時候 都不用去買 好像 掰一塊糖果餅乾就可以吃了耶 還是呢 有人很喜歡玩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喜歡賣塊對不對 好那我的房間 如果是在賣塊世界裡面呢 你想要遇到誰 想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呢 像右上角這一張喔 我的房間如果是在城堡裡面 城堡裡面你會遇到誰 可能會遇到 有公主王子 還有國王皇后 你想在裡面做什麼事情 還是呢 你很喜歡運動對不對 有小朋友很愛打球 很愛打籃球 拔不得你的房間 就在運動球場裡面 我看左下角這一張 那如果你的房間是運動場的話 那你會很希望裡面 在裡面做什麼運動呢 或者是有人很喜歡到身上去露營 到戶外去踏青 那像右下角這一張 我的房間如果在森林裡面 可以做什麼事 好那這裡這一刻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感受到喔 這個作者這個小女孩呢 她有一個呢 她很喜歡很溫暖的房間 可是有時候咦 咦咚咚咚咚咚咚 我們來變一變呢 來想像一下 也是不錯的喔 好那同學呢 就這幾張圖片呢 留給你們喔 就自己好好發想一下喔 好那現在請大家打開我們的 國語席作87頁 好那聽完了這麼多呢 奇妙的房間呢 我們來看87頁的第六大題 小小設計師 好你希望你的房間是什麼東西呢 請寫一寫 並且把它畫下來 那有沒有想法了 好那這個作業呢 留給同學在今天下課後喔 可以把它完成 然後呢明天上課的時候 老師希望可以聽聽大家的想法喔 好那我們來看呢 參考的 有參考的答案 我們來看看喔 好這個小朋友呢 她希望她的房間是火箭 好因為呢 她希望她可以穿上太空衣 來一趟銀河之旅喔 再去火星走走 好然後呢 再去土星和外星人打招呼 她希望她當外太空人 好那當太空人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那希望你的房間是在森林裡面的喔 哇森林裡面呢 有很柔軟的草地 然後有小鳥 還有河流 小溪會唱歌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在裡面 欣賞五顏六色的花朵 那身旁呢 還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的陪伴 好那上面的圖片呢 那你就可以呢 自己著手去畫畫一個森林的房間喔 好來看第三個小朋友 好她希望她的房間是一座城堡 城堡裡面會有什麼 喔會有穿上 你就可以穿上漂亮的衣裳 參加皇宮裡的宴會 好那你就可以遇到很美麗的公主王子們一起跳舞 好那這個呢就留給同學 今天過一起做87夜來想想看喔 如果是你呢 嗯我也很喜歡現在的房間啊 可是可以變一變的話 我希望我的房間變成什麼樣子 好希望明天可以聽到同學的分享 接下來呢我們來做這一課的句型練習 好那這一課呢我們要練習 而且想想看剛才課文裡面有沒有出現 哪一個句子用到而且啊 喔有對不對好 作者說呢她在夏天的時候房子很很熱喔 南部天氣好熱喔 然後呢她很希望她可以住在冰屋裡面 那冰屋呢第一個 她如果住在冰屋的話 第一個呢條件喔 涼快的不得了 好第二個呢也不用交電費 好那我們練習喔 而且呢把這個兩個符合狀況的句子呢 我們把它連結在一起可以怎麼說 好冰屋涼快的不得了 而且不用交電費 好那我們來練習下一個句子 好那我們要形容這家餐廳 好這家餐廳呢第一個 菜很美味 好第二個食材很新鮮好 這兩個條件這家餐廳都有符合 好我們用練習用而且把它變成一個句子 好小朋友試看看喔 好那我們來看看你有沒有念對了 好這家餐廳的菜很美味 而且食材很新鮮 恭喜你答對了 好我們再來練習下一個句子 好我們看到呢圖片上有一件衣服 好那這家服飾店的衣服有符合兩個情況喔 第一個它的材質舒適 好第二個價錢公道 好那這一題呢讓小朋友自己試看看 能不能夠用 而且把這兩個符合的情況把它連結在一起 變成一個句子 好動動喔想想看 好念給老師聽你的答案是什麼 好這家服飾店的衣服 財質舒適而且價格公道 好答對了嗎 好那現在呢我們請同學呢打開我們的國語席座 好國語席座喔在看國語席座之前 老師剛才講的句型練習在我們的課本的113頁喔 那113頁呢還有第三句喔 他寫妹妹的字寫的十分工整 而且沒有錯別字 那我們就知道妹妹的字 妹妹寫字符合兩個情況 第一個呢寫字很工整 第二個沒有錯別字 那我們就可以用而且把它連結在一起 好那我們現在請翻到我們國語席座第86頁 好這裡有個造句 那請同學呢自己來練習照照看 那老師呢帶同學我們再多來練習一句喔 好那我們這裡的主次呢我們來寫爺爺 好爺爺呢他有兩件事情喔 他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他每天都會運動 每天都會運動很健康喔 第二個呢爺爺不但運動他還注重飲食 好那我們用而且把它連接在一起 我們可以怎麼造句 好你有想到了喔好我們來看看喔 爺爺呢不僅每天運動 而且十分注重飲食 好這裡呢我們在造句的時候還要加強喔 不僅喔不僅是什麼意思 喔他不是只有每天運動而已喔 而且怎麼樣注重飲食 而且是十分非常注重飲食 那所以同學在造這樣的句子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想要主詞 你想要形容誰 是一個人呢還是像剛才我老師造的句子 是一個東西還是一個情況 然後呢他符合哪兩個條件 我們用練習用而且呢把它組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句子 好那以上的句型學會了嗎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下課囉 小朋友我們明天見拜拜 小朋友用眼三十分鐘 要記得休息十分鐘喔 現在請跟著老師一起來做護眼操吧 首先拿出你的食指 我們先來按壓上眼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接著按壓你的鼻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再來是下眼窩 再來是下眼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是太陽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是下眼窩 接著把食指拱起來 我們來按壓上眼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再來是下眼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六六七八 最後請伸出你的食指和大拇指 我們一起來按壓耳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們一起來按壓耳尖 再來是耳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四五五六七八 我們的護眼窩結束囉 到家等下 超細炎 通知